艺术不是靠说 艺术是靠做 无论是衣食住行 我觉得在每一个观点里面 还是每一个行为 每一个动作里面 都应该要加上一个艺术的点 而不是一个潮流 还是一个短暂性质的一个 一个gimic点 我今年32岁 然后双喜今年4岁 我们会尝试做很多 不同艺术有关的那些品牌 有包括画事情啊 饮食啊 指甲美术 绘画 然后音乐 然后古着古董 可以算是 multi art collective platform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都会觉得 艺术是一个 是一个潮流 无论 不同的时候 都会流行一些不同的东西 然后 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是 艺术其实它是一个 生活的一个形态 其实双喜现在为什么会 可以算是很大胆的 在做着我们自己 想要做的东西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想要说 艺术这个东西 它其实是没有一个 很正确的form在 然后 其实艺术是可以通过 不一样的方式跟表达 去呈现你所要呈现的东西 当你看的东西越来越多 你就会理解到 你知道的东西其实是越来越少的 但是买越多了 我先帮你 试快点 我先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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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你